近日,菲律宾派舰非法强闯仁爱骄 向那艘坐滩军舰运送建筑材料 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 遭到中国海警船劝阻和驱离 在冲撞过程中 菲律宾的海警船把中国海警船扎了三个大洞 从新闻资料和现场画面来看 发生碰撞的两艘船 分别是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新甘丹号海警船 和中国海警4103号海警船 新甘丹号是菲律宾等他家巡逻舰 由日本海洋联合诸事会社建造 全长达到了44米 排水量超过300吨 2017年下水 是菲律宾为数不多的新锐海警船 而海警4103船原名威海号 是一艘056型护卫舰 2013年下水服役 2022年退役 被移交给海警局 056型护卫舰全长88米 是新甘丹号的两倍 吨位更是超过1300吨 是新甘丹号的4倍还要多 撞船的照片被公布后 很多人都开始质疑 怎么中国1000多吨的军舰 被日本几百吨的小船撞出好几个洞 军舰就这么不耐撞吗 是不是存在质量问题 问出这种问题的人 对军舰 船舶缺乏最基本的认识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 随着铁甲舰的出现 军用舰船的吨位迅速增加 船的吨位越大 速度和灵活性相应的也就越差 需要的动力也就越强 为了增强战舰的灵活性 很多国家都开始采用重点防护的设计 只在弹药库 轮机舱等部位 设置厚重的装甲 其余部分则使用30毫米左右的薄钢板建造 到了二战后 随着导弹一类的武器迅速发展 用装甲抵抗导弹已经不现实了 因此 现代战舰除了极少数部位 绝大多数的船体 都采用15毫米左右的薄钢板 完全不设置任何装甲 就算是航空母舰 船壳厚度一般也不会超过30毫米 而且 虽然我们嘴上说着 菲律宾的海警船是小船 但那也是300多吨的铁疙的 别说是上百吨的铁船 就算是二十几吨的钢拳 运动时产生的惯性也是极为恐怖的 这么薄的壳子根本抵挡不住 和军舰的质量完全扯不上关系 事实上 在2020年3月底 在中日之间发生过一起事件 当时 一艘中国渔船 同一艘日本海上自卫队 排水量5900吨的 导峰号驱逐舰相撞 按照日本NHK电视台的报道说 撞击地点距离日本乌九岛640公里处 但中国网友翻开地图发现 距离上海不到200公里 基本上已经贴着舟山海域了 因此这一事件在当时的互联网上 引发轩然大波 不过 就船舶的受损程度而言 中国的渔船倒没出多大事 而导峰号左衔 反而被撞出了一个一米多长的口子 两艘船上都没有人员身亡 只有中国渔船上 据说有一名船员轻伤 日本海自5900吨的驱逐舰 能被中国渔船撕开一米长的口子 中国海警1300吨的护卫舰体 被菲律宾海警船 炸出三个洞 也不足为奇了 事实上 哪怕是换成破冰船来 被一艘几百吨排水量 还经过加过的巡逻船直接撞上 同样 难免会受到损伤 即使是19世纪之前那些安装撞脚 专门考虑撞击作战的老师战舰 加强的也只是船头 是用来撞别人的 这样的铁甲舰 被别的船撞一下 也照样受不了 因此 有些自媒体声称 056是作为军舰设计的 结构上并不耐撞 完全不适合海警的需求 这一撞 弊端就全暴露出来了 显然 这些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这些说法纯属无稽之谈